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不做了 我把地扫一下 再地扫一下 妈 大天 要不你别干了 他不干 他不干谁干啊 没事的大美 我在家闲着有人闲着 我要扫扫地 妈 你看我自从跟大天剪了这几年 家门家务一直都是他做的 怎么 他上面女婿他不干谁干啊 上面女婿就是来干活的 不干活让他干什么呀 不是 我是说他是活也干了 你能不能对他态度好点 怎么 我这态度还不好啊 怎么是好啊 行了 帮我没说 瞧瞧你 很会气的说话 很会气的说话 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 乍天跟我结婚这么多年 他一直对这个家 对你 对我 一直都挺好的 我就是希望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好一点 好声说 对我没好啊 那是应该的 这是他的工作 他不好 不好 早就都滚蛋了 还能在这家待吗 要是不好 妈 妈 你这说什么话呀 什么这是他的工作呀 他是我老公 他愿意做这些家务 还不是为了我着想吗 行啊 别说了 我不想听 大美 你看我的工资已经发了 已经到你手机了 你看看 嗯 我收到了 嗯 这个 钱啊 我也跟我们老板说了 我想加班 但是 加班 也没有多少钱 这个月 才一千八 你 不会生气吧 没事 反正 你每个月的工资都不高 我都习惯了 再说 咱们家 也不缺你那点钱 对了大美 我 在网上给你看了一个 一个 一个银项链 嗯 回 回头我 再打一个 我给你买 行 大天 妈 到给做饭的时间了 我知道了 大美 那我去给你做饭 大美啊 你看看 乍天 一个大男人家 一月啊 就挣了几个钱 还不够咱们的 一月的伙食费呢 妈 我刚才都跟大天说了 他挣多挣手 都无所谓 反正咱家不是也不缺他 挣的那点钱吗 你干嘛总是对他那么苛刻呢 刚才啊 里面两个说话 我都听见了 还什么 给你买个银的 今儿他买不起吧 还打费工 你说说 这个男人 有什么出息啊 大美啊 你看人家莎莎 嫁个男朋友 多好啊 人家小波 多能值钱呀 看看人家 整是吃的穿的 钱呀 用不尽的钱 你再看看乍天 就挣那一两千 够干什么的 大美啊 你也不想想 这男人啊 是家里的一家主主 家里的盯梁柱 他怎么个盯梁柱 你说说 大美 要不然把他赶走 帮他出去 打工去 多挣点钱 妈 乍天 是倒闸门在我们这呢 你说 他老家 离我们这又远 再说 他父母年龄也大了 你让他走 他除了我们这里 他还能去哪啊 他怎么能回家 去啃他父母吧 你说他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 你让他一个人出去生活 那不得吃苦受罪吗 吃苦受罪呢 我看他就吃不了苦受不了罪 你 他要拿来 我们家 到闸门 找上门女婿 找的是有本事的 能为我们家挣钱的 那乍天 他不是身体不好吗 他如果身体好的话 他早就出去找工作了 他又不是那种偷懒的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还有 那莎莎他老公 是上门女婿 没错 但你总不能 老是把乍天 跟别人比啊 比 怎么不比啊 妈就要比 你看人家小波 自从嫁到莎莎家 人家把家质卖的 多好啊 家里收拾的多好 你再看看咱们家 自从乍天来了 喂咱们家 挣了多少钱呀 咱们家 过得越来越不如人家 他能挣他几个钱呀 不然的话 和他立婚 还有一个大男人家 爱上拿去上拿去 大美啊 今天 妈就把话留在这儿的 你自己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 咱们再说 先去给他立婚 哎大美 妈呢 我把饭做好了 咱们吃饭去吧 不吃 你自己吃吧 去吧大美 菜热的好吃 你别在这儿烦我了行吗 你说说你 一天除了我会做饭 要么就是干家务 你还会干点什么呀 大美 我把菜给你放锅里 给你热着 你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你再去吃 哎哟 哎哟 妈你怎么了妈 妈什么妈 你故意来了吗 谁让我塞手是不是 妈你你应该起来吧 妈 我我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哎哟 哎哟 我我 你妈什么妈 你是不是要摸害我 妈 妈 妈 大美 你看看 炸天 炸天要摸害我 妈从这儿破 他爸爸我摸倒 把我的腿磕了 磕了 你看 你看看 哎哟 哈哈哈 疼啊 妈 疼啊 大美 哈哈哈 我没有碰妈 哈哈哈 傻天 你怎么回事啊 没碰我 我一遍了你啊 是不是啊 妈自己摔倒的 真是妈自己摔倒的 这 这你们俩说的都不一样 我应该信谁的呀 闺女啊 我是你妈 我能骗你吗 就是她把我摸倒的 妈 妈 你这 不是我摸的 你明明你自己摸的 是吗 我自己摸的 今天 你必须离开我家 过鬼 大美 喝的力灰 喝的鬼 你怎么没有个家 妈 你这 妈 妈 我也算看出来了 从我啊 入坠到你们家里来 你就对我冷嘲热讽 你背着我啊 给大美说了多少话 我也就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妈 大美 我是不会和她离婚的 你啊 就死到这边亲吧 不会 你啊 都摸摸还她妈了 她还留你干什么呀 她会跟你离婚的 大美听我了 我是她妈 大美 大美 今天你在家 她还这样对我呢 你说说 你要是不在家 她平时的 都是怎么对妈的 瞧瞧我身上这疤 都是她给我打的 妈 你要这样啊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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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行了 你也别喊了 我和这边离婚 我让她走 行 闺女 你做得对 大美 你不能离开我啊 大美 大美 咱们两个 在一起 也四五年了 你不能和我离婚啊 大美 大天 你看 我妈都这样 都是你造成的 你走吧 咱们离婚吧 大美 大美 你一定 决定好了吗 对 我决定好了 你走吧 大美 你难道 就没有考虑过咱们两个 夫妻这么多年吗 你难道就不念一点旧情吗 大美 大美 旧情 你让我怎么念 一边是我妈 一边是你 现在我妈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难道她说的话 我还不听吗 我妈说的对 你这些年 来了我家 我家的钱 除了变得越来越少之外 你一点贡献都没有 除了在家 不是做家务就是做饭 你还能干些什么 妈 你走吧 你走吧 你这样的男人 我也不需要 行了 起来 快快走 大美 你给我家 妈 妈 大天 妈 你等一下 还等什么呀 你先等一下 妈 那就算是我不小心 你也不能这样对我 怎么快给他妈钱呀 妈 这钱是咱们家的 你拿着吧 你走吧 妈 现在这天也走了 你满意了 妈 你说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该怎么办 这到处也都给你看了 就是看不好 你说你 如果那时候不狠心 把乍天赶走的话 到现在 说不定还有个人 替我轮流照顾你呢 现在倒好 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身边就只剩下我了 这为了给你治病啊 家里面的钱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谁啊 来了 来了 大美 赵天想不到吧 我乍天又回来了 你 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 先进来说 你坐 妈这是什么 妈 你看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她中风了 她都已经中风一年了 大美 其实我这次回来 只有一件事 就是啊 来看看你们 过得还好 三年前 你妈把我赶出去的时候 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 乍天啊 乍天 你一定要混好了 有出息了 你再回到她的面前 让她好好地看看 她当初的选择 是多么的错误 乍天 我知道三年前 是我和我妈 对不起你 可是现在 我妈也已经 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 别记恨我们了吧 大美啊 我这次回来 不是来你们家 炫耀的 更不是来要火扬威的 大美 大美啊 我这次回来 主要的 就是想把你接走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一进家 就看到妈这个样子 你放心吧 大美 这三年来啊 我 也有了 自己的一家小公司 我呀 也不是当年的我 我的身体 也经过了 我长时间的锻炼 现在 也很强壮 大美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咱们两个复婚好吗 小丁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真的没想到 当初我和妈 那样对你 你还能 不计前嫌的回来 看看我们 你现在说复婚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 我真的觉得 我背不上你 大美 你还记得吗 那年 我走的时候 你给了我五千块钱 你知道吗 那五千块钱 我一直都放着 我把它表了起来 我就利用那五千块钱 来激励我自己 乍天 你必须要活出来个人样 你必须要挣到钱 要不然 我都感觉 是我 拖累了你 拖累了你 大美 其实 回想当年 一个月那么 一两千的工资 也就只有你 能忍受我那么多年 大美 你就听我了 咱们两个 复婚 妈的这个天摊 我花钱 我找人给她治 你看行吗 大美 好 都听你的 太好了 这样 我给我秘书打个电话 我让她呀 赶快 联系咱们室 咱们省 最好的 治片餐的医院 咱们 去给妈看病 行